在养护菌子兰的过程中啊 我们有这两点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 那么是哪两点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能够放弃光照 因为菌子兰呢 它是在养护的过程中需要有 适当的光照来进行光合作用的 如果光照不足 叶片的话呢 不仅会容易涂涨凌乱 而且呢也会影响到它后期的涨势 那么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遮阴 给它用上这个遮阳网 给它遮阴50%左右就够了 但是如果是在冬季的话呢 一定要充足的光照来进行光合作用 也有利于它后期的开花 所以光照一定不能够缺 那么第二个不能放弃的 就是菌子兰的一个生命 因为菌子兰的话呢 它这种植物非常的顽强 就算是根全部烂了 那么我们后期呢 经过右根处理 它还是能够长出新根出来的 就算是它烂心了 叶片全部腐烂了 我们也可以给它进行砍头的处理 砍头处你在伤口处 给它涂抹一点杀菌剂 比如多菌磷或带生抹心 避免伤口腐烂 然后移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那么在这样后期 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呢 它还能够长出非常多的侧芽 后期的养护得大 它还能养成群兰 所以菌子兰的话呢 它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 所以呢我们也一定不能够放弃 那么除了这两点不能放弃之外呢 后期的养护管理也要到位 养好根养好叶 再适当的追思一点 这个兰科专用的有进一样的叶 来补充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你的菌子兰不仅能够养活 而且还更容易养好 好了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